关恒伟 你怎么会在这里 好想跟世界挫折 你没事吧 好想跟世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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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爱的一招 困然创结你爱满意 刚刚不明是你抱我 怎么反而是你看起来 比较害羞啊 我是因为 你姐打那个雨泉 说你没带手机车出门 找不到你 我又不知道你有哪些朋友 会去哪里 你是太着急我才会 你还笑得出来 一个女孩子这么晚在外面有多危险 上次你喝醉被打扰摩提的事 都忘了吗 你说得对 我上次就是太不小心了 结果 还被偷拍了木雅影片 所以 你为什么会来骑士 我想 你应该也知道 我跟我爸吵架了 他 他打了我 他打了我 现在还会痛吗 但是 我觉得很难过 我爸很温柔 很少发脾气 就算他遇到不讲道理的客人 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他骂过人 如果真的很神气的话 他是只会一直贪气 可是 我今天却逼他动手了 你问我为什么会来骑医舍 因为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坚持 到底应不应该 我是不是太固执 太不体贴 太过分了 如果你不想再继续的话 我不会怪你 就算我爸不当贷款 让我买一下面包店 我也不能半途而飞 我已经对不起我爸 再怎样 我都得完成对你的承诺 现在支持我继续下去的理由 就是你对你爷爷的那份信任 虽然静晨告诉我 你是位温柔 好脾气的爸爸 但我却觉得你是责善固执 有点不同情侣 坚持对的事情 就算是固执 也没有错 我错的是看走了眼 亏你是个执行长 做事做得这么的胡闹 这我不同意 我在执行我的目标 怎么会是胡闹 我可是很认真 谎话连篇 带坏的进程 还觉得自己没错 为了达到目的 有时候确实没办法进入人意 强词夺理 骗人就是不对 骗自己亲人更可恶 做大事不拘小节 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给你所谓的做大事啊 不过就是投逼相亲 让老人家伤心 我认为的大事 在你的眼中是件小事 这就是本位主义过剩的自以为是 骗人不认错 还批评我自以为是 你是是非观念啊 我刚刚说过 是立场不一样 请你客观一点 这不是主观客观的问题 这是做人的原则 退一步来讲 就算你有你的立场 再怎么样你也不应该管我女儿 跟着你去骗人 梁伯伯火气不要这么大 轮到你了 将军 你输了 输赢还没定论呢 好 再来吧 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好 金城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我心跳得好快啊 你说 会不会是你爸出事了 不要乱想啊 老公 老公 你们怎么样 你受伤了吗 还有没有不舒服 我还没事 我没事 我没事啊 你们聊了什么 没有聊 只是下棋 而且是我赢了 你不要再强调了 我是被你设计了 才会掉入你的圈套 你作弊哦 我只是骑一下的比较好 三战两身 愿赌服输 我没有不服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要进城继续装你的男朋友 继续帮你骗你奶奶 你说错了 我没有要进城继续装我男朋友 帮我骗奶奶 甚至直接装使合约也没关系 你不要她再女扮男装 你不要她再女扮男装 那你要干什么呢 我想要你答应贷款 帮静晨买下这间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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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